加州公用事业部门设置独立小组调查Saint Bruno上个月的瓦斯爆炸,同时工作人员今天开始清理爆炸的现场,还有其他玩具的新闻来看翟行的报道。 加州公用事务委员会准备设置3到5人的小组来审查PG&E公司在上月的瓦斯爆炸事件中是否有疏忽引起的错误。 该小组也将提出有关改进天然气管道安全的建议。 同时工作人员今天开始清理37件全毁房屋的瓦礼,清理费用将由房屋保险支付,不过州和联邦基金也有可能博款支付。 另外,州参议员余英良今天正式提出一项法案,豁免受影响屋主的物业税。 屋主报税时也可以扣减因为这次大火而导致的收入损失。 法案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,预计在未来两个星期会进行投票。 经济不仅找工作男,而去应征或第一天上班也要打扮一下。 杰韵当局今天举办活动,收集一些专业人士的服装,给低收入人士上班穿着。 这个男人就捐出了一些西装。 旧金山图书馆之友会从今天开始,一连四天在Fort Mason中心举行第46届书展,售买不同种类的书。 当中有超过千本中文书,售价最低的只有1元。 最好的时间来买这些书呢,就是早上10点钟开门。 还有如果你想买便宜书呢,就是礼拜日,全部的书都是1元的。 26台记者宅航报道。